这是一段让人非常揪心的视频 一只小熊拼尽全力往山顶攀爬 眼看就要成功登顶时 却被妈妈打下了山崖 小熊最后能活下来吗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熊妈妈带着几个月大的小熊 沿着陡峭的山坡一路爬行 脚下的山路异常凶险 稍不注意就可能滚落山崖活活摔死 熊妈妈一边攀爬 一边摸爬 不时地回头看看小熊 而小熊也非常争气 紧紧地跟在妈妈的身后 寸步不离 可他们并不知道 一场生离死别 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 眼前的路全部被积雪覆盖 而熊妈妈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小熊则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 其实他们所在的位置 距离颇顶已经不算远了 熊妈妈在前面 做着标准的示范动作 小熊也学得有模有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非常陡峭 坡度几乎接近了90度 就在熊妈妈即将登顶的一瞬间 意外却发生了 小熊一个没抓好 突然滑了下去 幸好她反应及时 没有继续往下滑 接下来 小熊开始继续往上爬 而熊妈妈 则站在坡顶焦急地等待着 她默默地为小熊加油打气 但是此处还是太陡了 小熊再次滑了下去 接二连三的失败 并没有让小熊灰心丧气 反而让小熊变得更加聪明了 她决定 沿着妈妈爬过的路线试一试 没想到这一条路果然行得通 小熊很快就顺利地爬到了山顶的下方 眼看就要成功时 摄影师的飞机却突然到了眼前 熊妈妈立即阻止小熊攀爬 小熊一害怕再次滑了下去 幸好山腰处裸露的岩石 救了小熊一命 坡顶的熊妈妈决定换一处位置 小熊马上吸领神会 她顺着妈妈指引的路线继续攀爬 但越是接近山顶就越是难以攀爬 小熊刚爬了几步就又滑了下去 反反复复好几次都没能成功 山顶上的妈妈虽然非常着急 但也无能为力 接下来意外还是发生了 小熊顺着斗坡一路往下滑 但这次滑得更深更远 小熊奋力地张开双臂来减缓下滑的速度 在危急时刻 她紧紧地抓住了旁边的岩石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她再继续往下滑的话 很可能会被摔死 为了活下去 小熊终于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她重整气骨 明显地加快了攀爬速度 坡上的妈妈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她 虽然熊妈妈完全可以找一条 更为平缓的路线 但为了训练小熊 她还是决定 让她尽可能地得到更多的训练 从长远来看 熊妈妈这样做 也是为了小熊好 最后在不懈地努力下 小熊终于成功地登上了山顶 看到这里 让我们为这只勇敢的小熊 点个大大的赞吧 因为小熊的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不管现实有多么的残酷 不管你为了目标失败过多少次 请一定要记住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就绝不要轻言放弃 一定要相信 你的坚持 最终会为你迎来新的奇迹